首先第一步要干什么 第一步要做的一件事重不重要呢 首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要干什么 我们先要去做的一件事是一个数据清洗 也就是说 当前这本数据一般情况下是咋来的 它是人工统计的吗 不可能吧 其实我看过 我看过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我去当日发买东西说 当日发其实有一些人工统计的东西 你知道吧 就是他们就是每个柜台 都是会去做那些人工统计 然后你交款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前台 就会做那些很多人工统计 当然就是说 这些东西其实呢 大部分还是要靠电脑的 只不过说他们先用人工统计啊 是先积了起来方便一些 可能就是供各个专员 各个每个柜台来说啊 他专业自己好看一些 你说让他们去做一个数据分析 不在现实吧 他们普遍啊 就是按照一个规律 自己进行一个统计比较多的 那你说对于这个京东 这个大后台来说呀 他可能去做这个什么人为统计吗 不可能吧 所有东西说白了 都是按照我们的一个系统 一个流程直接来去做就完事了 那你的一个后台啊 你的流程当中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这个事啊 咱们该怎么样去做呢 他在做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这块的记录可能稍微的多了点 少了点 那块啊 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 也就是说啊 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现在虽然是拿到了一个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直接就可用吗 或者说这个数据啊 它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 这个是我们现在想要去考虑的事 第一步啊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呢 咱们来看一下吧 这一步当中啊 我们都要需要做哪些事 一会儿呢 我们第一个要去做的 就是这个数据清洗 在数据清洗当中啊 就是我们很多啊 苦活儿累活儿就都来了 第一步要干什么 第一步啊 我们要看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相当于是拿到一个数据啊 是不是哪块有残缺 哪块有问题啊 这是我们要去先做一个验证 数据集当中啊 是不是有缺失值 有缺失值啊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那你说有缺失值 该怎么样进行填充啊 性别怎么填充啊 年龄怎么填充啊 这是一些 比如说我们做到第三化之后啊 一些区间值 我们可以用一些重数啊 用一些什么中位数啊 均均均啊等等的 这是一种方法 或者呢 如果说你是 还有一些连续值 连续值 比如说你的一些 像是身高丢失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小的回归模型嘛 在回归模型当中 其他的不是没丢吗 把其他输进来 你预测一个身高 可不可以啊 好像来说啊 也是行的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缺失值天充啊 这个节目当中 嗯 可以选策略是比较多的 然后不同的策略啊 对应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啊 你想把一个事情做得非常完整 那其实上 在你整个的数据挖掘生命周期当中啊 你要做一件什么事啊 你要做的就是一个不断的尝试 尝试哪些东西呢 比如说你在缺失值上有三种策略 然后在下面又是三种策略 在下面又是三种策略 你的一个策略啊 就非常非常的多了 那你说到底用哪个策略啊 那就交叉验证去选吧 找出来一种最合适的 或者说是按照你的一个评估标准 得分最高的拿出来 这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在数据挖掘当中啊 我们要经常干一下什么事啊 我们要大量的进行一个尝试 可能啊 大家经常听过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经验值 那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啊 就是经验值这个东西啊 嗯 大家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参考吧 我们并不能啊 把一个经验值实际的拿到一个 真正的工作当中 或者说真正的一个数据挖掘当中 你就用那个经验值 就别人告诉你一个值 你去用 可以吗 肯定是不可以的 数据啊不一样 模型啊不一样 这些值啊都在发生一个变化的 所以说 当我们实际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啊 最好最快速的一个方式 不是说呀 就是你动着脑子 先去想 哎呀我这个东西咋办呢 你在想的同时啊 你不妨 你就把这个东西啊 一步一步去做 哎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到这个点 那我去实验一下 别完事了吗 我再想到一个点 我再实验一下 再想到一个点 再实验一下 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啊 不可能就是说 你第一步给他 就是按照一个流程设计好了 然后就是不断的去走 这就完了吗 不可能就这么完了 没有这么简单一个事 比如说我现在设计 哎呀我要提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我要去做哪些清洗 在你清洗过程当中 你可能清洗完这个之后 你突然就想到了 哎呀接下来我又要干件什么事 我就要干什么事 你的这些想法啊 一定是在你不断的实践的过程当中 逐渐想到的 不可能啊 是在你列大纲的时候想到的 所以说我们列大纲 只是啊 先列一个主题 大概一二三四五啊 大概要做哪些事 其中的细节啊 要慢慢的进行一个填充的 然后呢 下面我们还得看 就是我们这个数值该怎么处理 像是刚才给大家说的 年龄啊 它本身是一个连续值 连续的一个年龄 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该是不是说 我们可以去分成极根组啊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 还有呢 就是哪些数据 是我们想要的 哪些又是可以过滤的 其实呢 就是原始这个P数据啊 咱们拿来还好啊 其实你看这个数据复杂吗 一点都不复杂吧 基本上每个数据 每个指标 明确的都给你了 还告诉咱们是什么样的含义 其实啊 对这个数据来说 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啊 最大好处啊 这个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嘛 我们理解数据就没有那么难了 那你看我之前做过什么 我之前做过一个 就是我七大课 其实给大家看过一个 HTTP的数据 就是一个网络流量的数据 你说里边啊 一些烂马气糟的东西啊 我平时我连接触 我都没接触这些东西 那这回我在去看那些东西 看那些数据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 我脑袋很懵 我不好理解 这个数据到底我呈现的是一个什么量 或者说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但是对于这批数据来说啊 它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批数据当中啊 因为我们大家你说 谁没上过天猫 谁没上过京东是吧 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啊 你看现在是24号 然后呢 可能就是跪着又双十一了吧 双十一啊 又要去买东西 这些啊都是一个加上便发了 那你说一说 我们对数据非常好理解 这个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说啊 当你拿到一个数据之后啊 你先要去理解 不懂啊 你一定要去问一问周围的一个人 每一个例啊 每一个特征都是什么含义 先你懂数据 然后呢 你才能再去做数据 这是一个前提 哪些啊 是我们可以过滤的 然后呢 我们要做一些新的数据员 什么意思啊 相当于现在数据 原封不都给我们了 我们是不是要对数据 进行一些重新的组合啊 重新的提取 重新的统计吧 这个啊 是我们一会儿要去做的 然后呢 拿到了这批用户之后啊 咱们也可以想 用户和商品啊 我拿到了一大堆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数据集 是用户和商品之间 行为的一个数据集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 行为的一个数据来说啊 是不是有些行为 不是 是不是有些用户 他没产生行为啊 就注册上又拉倒了 或者有些商品啊 上架了之后啊 压根他都卖不出去啊 没人看的呀 有一些压根都没有 行为交互的商品用户吧 那对于这些东西 我们怎么办呢 这些东西我们要不要去掉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去想 没有行为的 对我们来说有意义吗 没意义吧 我们的目的是 基于行为去做预测 那这些都没行为的 那还预测个毛线啊 是不是直接去掉 也完事了 还有一些东西啊 这也是要大家去想 就是 咱们京东啊 收集什么啊 收集的啊 是不是就是 来了什么数据啊 收集什么数据啊 来了什么用户 收集什么用户啊 然后给咱们了 所以说啊 他给咱们的数据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他不可能啊 就是说 先去人为的 给你做一个过滤 因为呢 就是他也不知道 怎么样去做过滤合适 他要你帮他一事啊 就是找出来 最合适的一种解决方案 所以说啊 我们就去想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是不是有这么些事啊 就是 比如说一些爬虫 一些爬虫来之后 他要扒我的一些商品 那他是不是会 扒扒扒一顿点击啊 那这些用户产生了行为 那你说他可能去购买吗 他不会去购买吧 那如果说 把这样的人 这样的东西加下来了 这样东西很多 那是不是他巴巴巴 点击量很大呀 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的 就是要点击量的 一个转化率会很低呀 所以说啊 这些东西 我们要不要去掉 我们也需要去掉吧 在数据清理当中啊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还是很多的 这些呢 普遍就需要大家 基于一个实际的情况 你得结合你的一个 数据案的一个 业务场景去想 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什么样的一个业务 它是比较合适的 在这个业务当中啊 我们就去清洗吧 找出来一些 没有价值信息 给它过滤掉就可以了 但咱们现在这个清洗 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们数据量 没有到那么大啊 咱们数据量 大概个都是几百兆那样 行为数据当中啊 最大的可能是一个 五百多兆的一个数据 看起来比较小 因为还没有到G嘛 那大家可以想 如果说数据量 真大了起来 你有什么去做数据处理啊 其实呢 我之前 之前都有什么去做的 因为Spar这个东西 我还没有玩过 之前我都用Hadoop去做的 一个日式数据啊 动不动就几个T啊 其实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 一些大公司的一个报告啊 就说我平时这场用的吧 最常用的那个滴滴嘛 滴滴啊 说他一天啊 数据多大啊 2000个T啊 2000T什么概念啊 这个概念大家自己去换算一下吧 今天是1024是吧 今天是这个1024程序员节目 那1024就换一换算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2000T啊 等于多少兆是吧 这么大的一个数据 你说你用一个Python 用一个单机的一个笔记本 能提起出来吗 这就很难了 所以说啊 当咱们拿到一个非常大数据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一般啊都用Hadoop去做这个结构画码 把数据当中啊 有价值信息先提起出来 其实呢 你说这2000T当中啊 真正有价值多少啊 并不会太多 应该也就占个那么百分之几的一个量 绝大多数的一些日志信息啊 都是没用的 所以说我们先要做的是一个结构画啊 先提起出来一些有价值信息 Hadoop里边啊 有一个 大家可能用过啊 就是用MapReduce去做嘛 但一般啊 都是用那个Hive 就是那个 那个像是一个数据库那个东西去做 反正啊 我用那个东西是用的比较多 之前呢 一直是用它啊 相当于是写些色口语句 然后呢 就可以帮我们去提取信息啊 这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接下来说啊 是不是Spark更强大一些啊 更强大在哪里啊 我觉得它最强大一点 它是有个Python接口吧 那个Hadoop啊 你还会要需要会Java 看起来稍微的Java难一些 但是Spark呢 我们需要一个Python 就能玩起来吧 所以说啊 就是之后大家有时间啊 也都可以去更广的去学一学嘛 这些东西啊 以后啊 还是都能会用得上的 然后工作当中啊 有一个叫做全站工程师 全站工程师什么意思啊 搭环境 Hadoop啊 Spark 这些辣把气刀的东西 后台部署 全会啊 这些东西 就是之前啊 我旁边的哥们 一个典型的全站工程师 基本上什么东西都会啊 只要是你在服务器当中啊 就是遇到这么个问题 你跟他说 他全能给你解决 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 大家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 当然就是 你工具啊 会运用越多 算法也会越学越多 慢慢你也是一个全站了 然后啊 这是我们第一步啊 先去做数据的一个清洗 数据清洗完之后啊 接下来要干什么 接下来啊 咱们要干的是一个理解数据 可能啊 对于咱们当前的这篇数据来说啊 理解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比如说 哎呀我一看 哎呀 他的一个购买量 转换率 这什么 比较好理解吗 但是你拿到一个另外数据集之后啊 不见得这个东西啊 也是那么好理解的 需要我们干什么啊 做一些可怀化展示吧 比如说 某一个特征 哎呀我都不知道 他的取质范围 不知道他的一个变化幅度什么样 画个图 做个表 看一看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我们经常去做的一件事啊 叫做一个EDA 也就是一个 先去做一个数据的一个探索分析 相当于是啊 先去了解一下数据当中啊 每一个列 每一个特征啊 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以及呢 这些特征啊 组合起来 能不能够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啊 这些啊 就是我们的第二步 再去做一个数据的理解 和一个数据的分析 比如说 我想看一下 用户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意向啊 是不是随着时间的变化 比如说1月份 2月份 3月份 它可能有不同的一个因素 那我要不要对1月份进行个建模 2月份进行建模 它们的一个里边输入的一个特征 我是不是要差异化对待呢 哎呀 大家都没想 哇 这个东西看起来有些难了 按季度啊 还是按月份啊 还是按什么样 要不要区分的非常多呀 其实这个东西啊 就是 你想做的越细致 当然可以了 但是做起来越难嘛 咱们啊 主要是给大家说一个流程 所以说 我们做的不会那么细致 这些更细致的东西啊 就靠大家自己去做了 除非啊 真正的一个项目组当中啊 我们是做这么细致 给大家讲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啊 我们主要注重的是这个流程啊 是怎么样完成这样一个事情的 当然了 大家可以在这个技术之上 加入很多啊 自己的一个想法呢 你可以把自己觉着 哎呀 我要想去做哪些事情都加进来啊 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呢 我们第二步啊 要去做数据的一个理解 和我们数据的一个分析 相当于啊 一个探索性啊 一个EDA分析的过程 第三步 第三步啊 通常我们有个学名 叫做一个特征工程 那什么叫特征工程啊 听这个名字挺高大上的 听起来 哇 这么牛逼一个词啊 是不是要造一个像三亚大坝是个东西啊 一个工程嘛 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说 嗯 在数据挖约当中啊 它是最核心的一部分了 因为大家可以想 就是我们最终要干什么 我们最终啊 要建立一个模型 比如说在当前这个任务当中啊 我们是去做一个预测 相当于是做预测 目的为什么啊 为了是一个营销啊 就是如果说你预测 它可能购买 是不是说 京东这块啊 没准给你做个推荐 没准就是重视一下 就是没准到处给你弹个窗口 给你怎么样啊 反正就做一些营销策略嘛 那我们的一个核心在哪里啊 核心在于得到结果 那你说数据对结果的影响重要 还是你积极学习算法 对结果影响很重要啊 其实啊 我一直在强调这样一句话 算法决定的 并不是你的一个 最终结果的一个上限 什么决定上限 数据决定的是一个上限 而算法呢 决定的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最逼近于这样一个上限 那大家就是已经听出来了我的一个就是 情众关系 那什么更重一些啊 当然是我的一个数据 我的特征了 那其实原始的数据有用吗 原始的数据啊 没用吧 我们要干什么啊 我要是基于行为啊 那行为来说 我是不是能提出来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啊 怎么样去提啊 提哪些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了 怎么样啊 去建立一个特征工程 在特征工程当中啊 我们还可以去衡量哪些的一个特征 它是有价值的 哪些特征啊 可能价值稍稍低一些啊 我们提取哪些东西 哪些对我结果影响是最大的 这个啊 是比较核心的一部分 那这里啊 大家多说两句就是 提特征的时候啊 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去干的 一般啊 就是你可以先坐下 拍脑门一想 这件事我大概啊 说我先去提一个什么 购买的转化率 然后呢 点击的转化率啊 那马其道提了一堆东西 那这些东西啊 毕竟是你自己想穿的嘛 一个人啊 他的一个想象能力啊 也是有限的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业务啊 做的非常熟 那你可能就是 这个东西做的非常好 也会做的非常好 但是一般我们都会参考一些资料吧 所谓资料啊 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些论文嘛 那你说做这些方面论文多不多啊 可以说啊 遍地开花嘛 有的是论文啊 参考参考呗 人家在行为当中啊 提哪些有价值的信息 提了这个 还是提了那个 然后呢 到时候啊 我们看一下 哎呀 我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啊 我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提特征 提完那特征啊 是不是说人家说的特征比较好 然后做了一个验证 我拿过来用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这给大家强调就是说 嗯 我们再去选特征的时候啊 一定要参考一些资料啊 最好的资料就是你找一篇啊 会议论文差不多点的 找一篇A类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期刊啊 或者是会议当中 人家提出来的一些比较好做法 最好呢 他还是有提供一个圆满的 其实提供圆满 咱们不一定用不用 主要是能够证明啊 他这个事做的确实是可以做出来的 一般提供圆满的啊 都是都是不虚的 相当于是他的结果都是可以被后人所论证的 所以说这些论文啊 他的一个参考性可能更大一些 这个是啊 我们的一个特认工程 等到时候咱们提供圆满的时候啊 咱们再慢慢去说 这一步啊 是哎呀 这一步要做的事很多啊 咱们到时候 代码量人也是很大的 等到时候咱们再说吧 最后一步啊 建模啊 建模就是说 选算法啊 选参数 最终得到一个结果 模型的建立啊 重不重要呢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咱们流程当中啊 咱们的一个核心就是 并不是啊 怎么样去 给大家去说啊 我们就是按照什么样的策略 去调参数 那我想把这个 就是关于参数的调节啊 还有咱们的一个参数设置 到时候专门放到一张当中嘛 我们单独来选一个算法 来说一下 我们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去去调参啊 去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参数 那这个啊 就是我大概啊 列出来了这么几点 那其实呢 列几点啊 只是大概的写一写 你每做一件事啊 你都可以去 先列一个提纲嘛 然后呢 列提纲只是列一个大概 等你后续在做的时候 你需要啊 就是不断的去完善你这个大纲嘛 可能这块说 我遇到了 哎 这块加什么 那块加什么 这个东西啊 只可能越加越多的 你今天啊 看这个任务 哎 可能你觉得做的已经差不多了 你跟别人讨论一下 可能啊 随便一个人啊 就是能把你那个东西啊 说的 哎 这块你做的为什么这么做啊 那块做的不对 这块做的不好啊 怎么怎么样 都会给你提堆堆建议的 其实我在做事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 跟同学啊 或者是跟那个同事啊 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嘛 因为在一起做东西的时候啊 一方面就是 自己做事啊 很无聊 我没有讨论啊 我这个东西 我觉着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人家可能不觉着啊 我们可以一起商量商量嘛 这样有点意思嘛 所以说 大家做事情啊 最少还是有一个 如果说大家是在工作当中啊 那肯定有工作的环境 学习的时候啊 最好也有一个学习的氛围嘛 大家有一些群啊 组啊 或者说咱们课程 有一些群啊 咱们都可以在群当中啊 进行一个讨论啊 还有交流啊 这些都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策略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咱们流程啊 大致的给大家感受了一下